今天做这个简单烧排骨 简单在什么呢 是个叶料 平时我用叉烧酱 今次叉烧酱也不用 用这个豉油糖就算了 这块骨就叫做荷兰猪肋骨 在哪里买呢 在超级市场 50-70元左右 几多钱我忘记了 无激素添加 无抗生素添加 首先解凍了它 喜欢为什么就是为什么 我通常就放在水里 浸一会儿就解了 一个小时就解了 这么快就解了 现在用泡水浸一浸 用淡盐水浸一浸 出了雪味 我又是不喜歡,我時時都有點爛 這次我會用氣炸鍋 這麼大塊,長奶奶,氣炸鍋就放不下 所以就要切一切 你會發現這邊多肉,這邊少肉 所以我會切這邊,剩下這邊 其實可以一次過燒起來,兩邊 這邊又這樣切 好了,醃了,這些東西拿乾水 還想乾一點,就用一張紙印一印 什麼都好 乾一點有什麼好呢 你放些調味品的時候,它容易吸進去裡面 這個情況就好像 舊海綿一樣,裡面有水的,你不能進去 裡面乾蒸蒸就比較容易 好了,醃得之前說了 就簡單 豉油 糖 胡椒粉 放些酒 什麼酒 什麼酒 玫瑰露酒 好了,就玫瑰露酒 那你還想加什麼,就加什麼 沒什麼所謂,這些東西沒什麼規定 我覺得這些燒的東西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糖 你只有鹹,沒有糖就不行 有些人甚至是怕它不入味,就刺一下它 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反而有一件事就應該要做的 就是捏一下它 捏一下它 肉捏一下它 其實原理又是好像海綿一樣 捏一下捏一下它 那些有味的東西就吸進去 好,醃回去半天 兩個小時都可以的 沒什麼所謂 不過呢,如果你打算很快的 一會兒就吃 一會兒就焗,就加一點鹽 好了 都醃了 都醃了半天的 我會 我會先焗這邊 那有一件事要注意的就是 在冰箱拿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記得 放暖它,變回失溫 如果不是呢 外面就焦了,裡面就還沒熟的 好,焗得 好,焗得 這邊呢,我會焗它 9分鐘左右 180度 中途 中途就 看一看它 不要讓它焦 7分鐘,看一看它 沒有焦 繼續焗多它2-3分鐘 好,配合10分鐘 差不多 差不多 反一反它 基本上呢,雖然 雖然這裡就 沒有什麼顏色 但是其實 都熟了 然後呢 不用說 一定要焗10分鐘 大火焗它5-6分鐘 應該可能可以 好 大火5分鐘 通常會塗蜜糖 我也有的 蜜糖 不過我想試試塗沙糖 水 看看會怎樣 多些 然後用少少熱水 用醬油糖醃 然後塗沙糖水 好像 差不多了 這裡呢 又5分鐘了 差不多了 蜜糖稠稠稠 這些水呢 就稀一點 看看效果如何 又過了1分鐘了 看看先 OK的 小小焦邊 看上去多美 吃下去呢 應該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些普通調味 今天做這個燒排骨 平時呢 就用叉燒醬 今次是用 豉油糖 玫瑰露酒 看看好不好 不知道咬不咬得開 咬得開 好吃 什麼醬 豉油 糖 嗯 玫瑰露酒 嗯 好吃 好吃 過買的 又夠軟 因為好吃 加些蜜糖 很棒 我擦了糖水 擦了蜜糖 我擦了蜜糖 很棒 我先試一試 今餐呢 我們就吃這個 酸蓉牛油包 沙律菜 就加這個 燒排骨 看下去呢 就真的有 有些少許乾柴 按下去 還有一些肉汁的 按一下 又還未塗得完 可以調節時間 看看咬不咬得開 味道 難怪娘說 好吃 咬得開 可能雪藏肉 比較軟 味道還不錯 可能塗蜜糖會更加好吃 正常味道 很香 嘗嘗一言芝麻牛油蒜蓉麵包 有什麼該死的呀 這個蒜蓉麵包上網人說是在便利店買的 自己製作用蒜蓉牛油 好有薄餅店的風味 看起來蠻好吃的 自己製作用也真才實料 有蒜蓉和牛油 是的 難道這些東西都有假